哈囉,我是依蜜 哈囉,我是依蜜 我們是阿彌安都依蜜 今天我們要聊一個 大家都不想聊的話題 沒錯 渣男解剖書 對 日本渣男解剖書 七大分別之典 很絕招 第四點,這次點我有好多例子喔 對啊,第四點超多的 這個超好笑 就是會 吸引會常講是肉麻話 講出一些就是一般人平常不會講的 喜歡 我喜歡 可愛 但我覺得它這個會比一般的可愛 還要再更肉麻一點 就說 這麼短短的 你不覺得嗎 一般人不會講出這麼 肉麻 對 就灌米湯啦 因為它那是千篇一律的一個說詞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一點 我有一個馬上有一個例子 就我之前聽到那個人 其實他不是海王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的打擊率不高 可能隨便亂講一個一點都沒有重點 也不親密的對話 中間後來就加一個 Yoshi Yoshi Nade Nade 好噁喔 他去想說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Yoshi Yoshi好討厭喔 Yoshi Yoshi真的想要把他走爆 對啊 而且就是 那什麼Yoshi Yoshi 什麼東西啊 我又不是你的寵物 Yoshi Yoshi的皮 對啊 還有一個非常典型的金句 就是 泰服 我超級容易在喝酒的時候 一直被喝酒 對啊 因為這都是金句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好煩喔 然後看上去泰服太多了 對對對 沒有想說 我真的是萬人的泰服 因為就會覺得 走 那你跟泰服喝酒 不是還蠻開心的嗎 對啊 你可以跟我喜歡喝酒還不錯 對 Depoの誘いは前日 もし是当日に来る 就是說 他約會或是邀約的時候 都是前一天 或是當天臨時約 這個我覺得女生 你就要知道你是 對 你是星期四了 對 因為其實 我們之前就有分享過嘛 就是 日本人約吃飯 喝喝酒 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對 如果他真的對你有意思的話 可能就會提早很多次 對 就是至少要一個禮拜吧 對 我們來參加什麼男友 我們有monthly schedule 就我們會在前一個月 我們就會把我們所有的 我們有很多酒局 然後還有什麼出餐 他會先看我的嘛 然後他會看我的之後 他會直接說 那這一天我跟你約會 對 省掉那種 欸我到底幾個幾個月 對 我那天要不要跟他約會 真的非常的方便 對啊 可是如果 你不是homeman 真的就是 來怎麼辦 你居然沒有約到泡 或者是他可能會臨時被人家就是 上去 對 而且他有排斥啊 對 然後有一些他可能是譬如說 他今天跟工作的人吃晚飯 他突然覺得 欸好早結束喔 然後今天很想來嗎 來一下 然後他可能那個時候就會問說 你媽媽 你也等你嗎 對 要不然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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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也不太懂 日本的約會的 因為其實你看 當天問說 現在要不要約在台灣超空的 但在日本人來說這種事情就很不尊重 日本人連開會 就連開會不能約隔天 對 日本人開會都是超超久的 那我覺得現在有好一點啦 就是可以現在開會吃 對他們有比較開來久一點 以前那個開會真的是一個月前 兩月就很大訂好了 什麼的 然後喬Member 什麼的 可以死人了 而且其實這樣怎麼可能會有效率 對所以就是如果日本人臨時約 你可能就要緊急 你就談 要嘛他可能就覺得你是酒肉 對 對對對 要嘛他可能也不想笑 他可能也不想笑 對對對對 好 第六點 妳就算是在交往也不一定會 對 也不一定會親手啊 但我覺得如果說他完全 就他完全沒有想要 然後完全連朋友的話題都不講 不講 對 他就是內心鬼不想要 千千太多 因為萬一搞不好大家認識一下 結果你又是他朋友 或什麼他就不想嘛 所以他連這種 事事都不想提的時候 就是還蠻明顯 對 因為譬如說好 如果他今天突然零食約你 禮拜四晚上喝酒 如果我是那個女的 我可能就會跟他說 欸那妳剛才跟誰吃飯啊 跟誰吃啊 然後他可能就會直接說 對 對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人想要分享 他應該就會跟你說 那即使是喜多多的人 他也會跟你說 他們聊了什麼 或者是今天本來要跟誰約之類的 對 沒錯 他如果完全吃不開這些的話 那其實就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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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而且其實我覺得你其實可以直接問 可以開玩笑問他 說你沒有結婚或是女朋友吧 之類的 因為其實真的 好多人就會說 因為你沒有問我啊 他覺得你沒有問我就不覺得怪 很怪 然後我就會說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竟然有女朋友 他說 啊你又沒有問我啊 他就覺得說 你沒發現是你的問題吧 對 我都已經這樣子了 對 我都已經前天才約你 你還沒發現 怎麼這麼乖 我來第一次就來我家 對啊 我都已經直接當天見面就去你家 你還問我 很奇怪 所以就是 如果覺得沒有 沒有辦法調查 就是又沒有公共的朋友 對 然後就是 SNS當然也找不到的話 其實你直接問他 他搞不好就會正面回應 真的真的 但就如果還是想要上你的 他可能就會說 啊 他可能就會說 別忘了 別忘了 那這種 你要相信的話 那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改變 那我們來想說 為什麼要偷吃呢 這應該也不能算偷吃啦 應該是正大光明的吃 對 第一個是 他們喜歡玩遊戲 這個我覺得有啦 有啊 這個可能全世界的玩卡都這樣吧 因為 你就是在那邊 耳魚我炸 其實也是最有趣的 因為要品嘗一大堆東西 對 就是一個game卡 對 然後第二個 男人和私情婦女 確認自己在戀愛的價值 對象說 我來承認自己 覺得自己很照 這個我覺得玩卡可能也都有啦 而且其實我覺得他們已經覺得自己很照 沒有不一定 就是我們公聖那些人 你們公聖那些應該就是完全是這個 不是 他就是可能原本沒有那麼的 對 OK 就他們在學校是隱形人 對 但是可能就是出社會之後 公司名氣大之後 對 讓他覺得自己 欸 其實他還滿有價值的 對 然後他就會想到知道說 どこまでいけるの 對 沒錯 就是有一些 師輩的 師輩 律師跟醫生就很容易 就是可能 因為很難考嘛 所以他在學生時代可能就是 明明書 然後就是 看起來是不怎麼樣 可能有點公聖書了吧 對 應該有公聖書 而且因為其實那種地方都很封閉啊 結果到時候好像就是沒得到不考上 成為了就是譬如說 新人醫生或是新人律師之後 就會開始大碗 對 應該說他就發現 你知道像我們聯考完也會去那種 夜長的那種 對 然後那個夜長他整個是持續了十年 對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是他 他是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就是很認真念書那種 真的嗎 對 對 然後也沒有就是什麼 他也沒交女朋友嗎 沒有 喔 很典型耶 然後要開始去實習之後 就突然發現 怎麼大家看自己的臉 眼神都變了 不是 然後會有女生主動來就是 勾搭啊 然後 烹飪了 那時間 對 先生 一陣子 先生 你喜歡嗎 你喜歡的焼肉 有嗎 不是這麼多摺 就這樣 然後你看這些人 又很有意思這一套 對啊 這麼無聊這種事情 我就會覺得 我現在好容易生氣 對好容易生氣 可能就會想覺得 其實比自己想像中 還有有一些 不是想嫁的 所以就會 不斷想要享受那個感覺 對 第三個 她明明就已經有很多地方可以買 她們的這種社會價值觀 她就會覺得說 我這邊買完也可 但是你想想看 比如說台灣的人 就算她幸運很強 我覺得她就會找一個 跟她一樣幸運強的人 然後好好的 人去做很多次 這就變成她們的一個藉口 就說 哎呀我幸運強沒辦法 我最近也就是有一個人在 是幸運很強 對對對 她是 她在喝完酒之後 然後跟扣飛一起 到一個公園 就是那個公園 是在她們住的地方的鎮 對 然後她就直接 直接鋪上去 然後女生就 然後這樣 然後就把她推開 然後那個男生就開始說 拜託你拜託你 就吻我一下 這樣 就還跪下來 然後重點是 這兩個都是已婚者 她們的配偶就睡在她們面前的目中 大門 第四個就是我呢 想說 我不想想 壓根不覺得 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她們還真的不覺得 她們真的不覺得 她們真的不覺得 我覺得她們就是 因為這樣 所以會有一些很奇葩的愛 她完全沒有一些外面大草 我就不太 她們真的都不覺得怎麼樣 非常的神奇 對 這我有點無法理解 那她們真的不覺得怎麼樣 她們真的不覺得怎麼樣 對啊 但是妳知道就是一個壞人 我們有遇到一個覺得怎樣的人 對 她有離婚的時候 她真的要離婚 大家會覺得說 我是覺得沒關係 我反而會覺得說 妳好啊 但日本人反而會覺得說 妳不是為了小孩不離婚的 現在跟妳的小孩怎麼辦 所以日本人 她還是在意那個嘎娃 對 因為妳有一個奇怪的盒子放在那邊 然後妳在外面玩到透 她也很特別 對對對 對 是 是